好啊 快 快 别让刺客跑了 站住 丘家雷池 死罪 太子 我马上搜捕 不闭了 就是个老朋友来打招呼 你们退下 注意警戒 是 是是 走 看来你这位老朋友 还是不愿意放过你啊 他是想要来杀你 公皮啤酒 虽然我不懂剑法 但是我知道聂兴的心思 你告诉他 不用偷偷摸摸的 我就在这儿等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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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朝廷的事很多 他心里很烦 就经常来找我喝酒 通常是一坛酒喝完 见了点儿他就回去睡觉 明天我们在河北高阳县落脚 你要杀 就杀我 一坛酒见地儿 就像今天这样 一刀就杀了我 然后能走多远 就走多远 夫妻轻身 还没成婚 就想着替他挡剑 怎么 我杀不得他吗 对 杀不得他 静难遗孤的第一批人 已经回来了 如果我死了 他们会感谢我替太孙挡了这一件 那老皇帝不会出尔犯尔 如果你杀了他 你可以想象有多少冤魂为他死 也行 我已经把这仇恨放下了 你明白吗 也行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她们说我 她们是贼 把这个国家偷走了 她们杀了那么多人 怕后世名声不好 所以刀下留下几个狗活的 还让我们三败九寇 身乎万岁 感激替灵 那死去的人怎么算 就这么过去了 我是受害者 我说过去才算过去 也行 你这个软骨头 没志气 明天一大早 你的头像就会到处悬挂 还不批文 就会发到全国 也根本无处可去 你是觉得我怕死吗 我是要给靖南被杀的人 争一点志气 争一点人格 这天下的功力 不是他们说了算 你回去吧 我就让你看看 他们是怎么死的 若微 你行 你帮我带句话 我不怕还不文书 他们朱家父子的噩梦 才刚开始 若微 你行 一会儿回去 接着把酒喝完吧 参见太孙 众位辛苦了 请起 谢太孙 太孙 这边请啊 工匠们正在忙活 有点脏 这么大块石头 是怎么运进来的 回太孙化 自从永乐五年凿了这块巨石 便为他专门修了一条道路 倒三九寒天往道路上泼水 用了三百三十八名工匠 花了十四年才把他推到这儿 有多少人参与建工 回太孙化 按照工部送来的趟样 一共有土 木 瓦 石 扎 油漆 壁画 裱壶霸座 寺庙 檀庙 仓库 宫殿 王府等十一行 这十多年来 一共有一百多万人参与了建工 皇上派我来看看 给各位倒个罚 封赏的银子呢也随车运到 派人去领赏吧 皇恩好大 太子 我再领你去 大昏的西六宫看看 好 请 下午 国师让我陪他去防身寻残 选寺庙 我怎么不知道 这里结束以后 我跟你们一起去 他说不要你去 要不你下去问他一下 选择寺庙也神秘兮兮的 行 我不去 太尊情 从这里走的时候还是少年 莫然回首 真是有点忐忑不安哪 选好了 四 那你还会不会天天练走索啊 不练了 我已经让人帮我大好了绳索 今天我就要走进去 今天走不进去呢 那无非就是粉身碎骨案 我当年是亲眼看着我师父 从锁上掉下去的 那你有把握吗 你今天怎么没叫太孙来啊 让他来干什么 老和尚从来不敢 有把握的事情 你倒是比他洒脱多了 人生不过是一口气的事情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 我见过那么多死去的人 他们最大的遗憾 就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我不要留这种遗憾 那皇上呢 皇上知道你会离开吗 他自己当然知道 此次出征非常危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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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如此便好啊 你们都到山下等候吧 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等一下我若成功了 请你把绳索砍断 倘若我士族掉下山崖 也请你把它砍断 然后你可以骑马下山 从此绝口不提 这世上已无摇广效 老和尚 你就不怕你走到中途 不如我就把那个绳索给砍断了吗 你这是所托非人哪 静难一役 这个罪业老和尚不躲 而今天请你来 也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原法 老和尚尚在半空 如果你挥刀砍下 我的罪业已了 老和尚将 感激涕零 倘若你不堪 就是说 你已经饶恕了老和尚的罪过 也可圆满 巧话 老和尚 你说你走所能悟道 你都悟道了一些什么呀 不会说 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非常了解 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 而有时候 我觉得对这个世界 却一无所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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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